還要關心的是行政院的前發言人 這個陳宗燕遭到爆料說 他接受性招待 上任只有短短十八天 他就請辭下臺了 也因為陳宗燕 他是民進黨主席賴清德的子弟兵 所以外界質疑說 這件事情跟這個民進黨內的派系 鬥爭是有關係的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立委莊瑞雄 他就說看過判決書 就知道是二零一四年 馬王正真的遺讀 因為當時爆發的檢察官違法監聽 那麼他認為這件事情 跟民進黨派系是沒有關係的 同樣這個綠營內部也評估說 爆料源頭可能是來自於檢調內部 跟民進黨派系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時代力量的 這個立委邱顯之他就說 他們其實也收到了陳宗燕的監聽譯文 而且附上小紙條上面提醒說 洩漏這個監聽譯文可能會違法 可見爆料者是熟悉法律的圈內人 我們再看到這位是媒體人 這個黃 黃陽明 他認為說這個針對爆料 他表面上是針對陳宗燕 但實際上還是見指賴清德 他提到了上週二跟民眾黨的立委 邱承遠通臺時 邱承遠他就說有秘密武器 可見他們早就已經收到爆料的資料了 但是蕭榮又到南投助選蔡培惠 賴清德更對國民黨對手火力全開 看似心情不受影響 不過有媒體人表示 這一連串的爆料 都是經過精心設計 我們的禮拜五就要開議囉 禮拜五一定是邱承遠上臺質詢 沒有沒有 我們有另外 有秘密武器 出奇兵就對了 二月十四號民眾黨團總召邱承遠 就預告將在十七號 陳建仁首度立院被襲時 由排在第三棒質詢的同黨同志 陳婉惠在國會殿堂上公布 可惜在藍營杯葛下 只能改到下午臨時開記者會 幾乎同一時間也有網路媒體揭露報導 另外國民黨的徐曉昕 也有得到監聽議文 而時代力量則稱 在十八號的時候得到資料 鬥哥 歐哥都已經遭到檢察官的監聽 然後呢 後來拉出來的這個證據 我們手上的部分是 很明顯是針對陳宗燕的部分 徐曉昕直指這系列爆料都有針對性 不過前一天 民獎立委莊瑞雄反擊 這些事是2014年馬王政爭的遺毒 當時就是爆發違法監聽 某前特徵組檢察官轉任律師後 才將資料丟出 與綠營派系內鬥無關 實力收到的爆料牛皮紙袋 上頭還附紙條貼心提醒 洩漏監聽議文可能違法 顯然爆料者是熟悉法律的圈內人 十一年前沒有起訴的救案 究竟誰洩密不得而知 但已經讓司法淪為政治鬥爭工具 華視新聞張良浩 陳建達 台北採訪報導